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 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这个男孩子的心思好细腻,他的每一面都足够优秀。 初次认识王一博是因为陈情令,第一集他的第一个镜头,我就爱上了,慢慢地去了解。 我发现这个男孩真的很棒。 我考古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,一个人装哑巴去问路,问了50个路人和4个艺人,只有王一博停下来回答他了,给他写出了路线,还写下了加油两个字。 这些都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,没有剧本,真实表现。 我看完这个视频我自己想了很久,要是我,我会怎么做? 我觉得我也会给他直路,但鼓励他,给他写下加油,我应该不会。 这个男孩子心思好细腻,紧接着我又去考古了天天向上,里面有很多小细节,他很暖心,帮忙递东西什么的,反正就是一个长得帅的暖男。 他在极限青春里撒娇球加一碗酥肉,被落到狂喝柠檬茶,乐华年会上的battle跳的crump,酷琵琶上的装扮,天天向上里的各种舞蹈。 我尤其喜欢他和徐明浩合作的good luck,歌名应该没记错,各种battle,他骑摩托车,玩滑板,拼乐高等等。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人在娱乐圈。 他的性格我也很喜欢,就很真实,我很喜欢。 考古了天天向上,他每一期都在进步,每一步都在成长为更好的他,那些拿学历黑他的。 我只想说,天天向上就是他最好的大学,他在这里所学到的,不比其他人差。 在他无人问津的几年里,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,只需要一个机会能被大家看到。 终于,他做到了,他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,他成功地惊艳了所有人。 最后,他的每一面都足够优秀,他是老牌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,他是跨界新人摩托车比赛的双冠,他是97年生22岁的王一博。 祝一博平安喜乐,星途坦荡,也希望摩托姐姐们以为一博成为更好的自己,彼此成就,不负少年心气,为爱博此一生。